从政杀袁春焕是因为袁春焕说了大话 五年平良没有成功才斩的 1628年从政才当了皇帝 人家袁春焕才平良平了两年 你就杀了人家 五年没到竟是瞎扯 从政杀袁春焕是约杀 是太子戏还是为了他那可笑的威严 在明朝末年 大明的江山受到了陕西方向的李自成 和辽东方向大惊内外的威胁 再加上自然灾害还有腐朽的官场 可以说早已处于水深火热当中 让我们仔细分析一下 你会发现其实大明江山只需要一把力 就轻刻地崩塌 可是顽皮的从政却用了好几把力 叫自己给玩死了 其实在说书人看来 这个赖太子从从政早年 即使整治的话 倒也还有忠心的可能 但是直到他往树上挂绳子的时候 他才领悟过了治国 不是凭自己喜好来治理他 诸如被他逼得上吊的威蟲蟹 还有被他赋予解写的威蟲蟲蟹 及被他逼死的松柴亭 要知道这三个人是我认为在明末当中死的最不应该的 尤为其中的威蟲蟲蟲蟲 死的太可惜了 和平时一样或许又有人说 除了炒冷饭又给这些坏人赌尽了 你还别说 今天我就和大家说道说道 这威蟲蟲蟲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或者说该不该杀 在说书人看来 其实约春华对于整个明朝来说 是一个好人嘛 在一些自卫甚人的口中 是一个坏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还是说书人早以前说的那些话 看在历史当中那些人物 想要了解他 必不能带着自己一些主观意象去了解 我们需要从当时的历史形式来分析 诸如人们说 约春华是哈尔街 他通敌卖国 这么无脑的猜测 都有人相信 不过话说回来 毕竟当时朝中一些大臣和从政也相信了 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会这么想 一个在宁井大街当中 借借在清太祖诺尔哈尺给弄死的人 惊人会饶恕他吗 还汉街 千叶戏 约春华还在的时候 大明帝国虽然处在水深火热当中 但是两面作战还是有那个能力的 约春华会打算投靠后金 这一位约春华被金人一套反阶纪给带走了 所以五家门不是心寒 就是怕牵连 不是逃 就是祥亲 动时明军能打的价值也没有几个了 我们再看看约春华 为什么去杀毛文龙 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其实都知道 毛文龙在几次战役当中 那可是拼了自己和兄弟的命 在金人大军的包围宁井等地的时候 以疲劳为根据地 不提力在大惊后发骚扰 使得金人回原疲惫不堪 才救袁楚怀多次 这个袁楚怀不是不知道的 而且袁楚怀也是生殖毛文龙这一支 非官方的军队的重要性 但是正因为毛文龙这一支军队 非官方 而且都是靠自己劫略 后接及税收撑起来的 所以它导致了杀生之祸 或许有人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这支部队自给自足 还不用从政出钱和装备 多好啊 有这么一个打手 何乐而不为呢 那为何袁楚怀会杀他呢 所以第一时间便是想到 袁楚怀是嫉妒才杀的毛文龙 其实仔细想一想 似乎哪里有不对 在中国的历史上 皇帝是最忌讳一支 强大的武装力量 自给自足的 哪怕他是官军 也是不行 毕竟这一支武装 一代自给自足 他的统帅就有能力 与朝廷对抗 在这里我们说一个典型的人物 那就是岳飞 你以为岳飞打到朱县镇 是因为战线拉的太长 自己搞装备良想很正常吗 但是赵沟却觉得不正常 岳家军多少人 麾下多少人 当时的宋军自立山头 或者派逃金人那里有多少 所以那个时候赵沟就有杀岳飞的心思了 我们再谈的近一点 那就是松船亭了 明朝时期自打袁崇环死后 那些有本事的将领或祥青或东了大狱 这里也包括了松船亭 也是东了大狱 后来陕西方面压不住李自成 从中才把松船亭给弄了出来 让他带着十数万民就浩浩大大地向着陕西进发 但是路上粮草不足 军饷更是没有 这仗还怎么打 但是后来松船亭到了陕西等地的时候 深感焦躁不安 毕竟没有军饷 李自成没打来 自己就乱了 所以就从当地的地主 与东领导的资产下手 在那几个有东领导背景的地主 抄了他们家之后 松船亭说 等打了胜仗 我自会向皇上请罪 由此可见 松船亭也是知道其中弊端的 我们再回到元存坏杀毛翁龙的事件当中 当时的毛帅确实有点飘 因为他也知道此时大明正是需要他的时候 而且自己的队伍也开始逐渐壮大起来 可以说是独自占领皮岛向四周辐射影响的 用不了多久是一个军阀了 再大一点就是第二个李自成了 为了避免雅虎为患 必须要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 将其军权弄过来 实际上元存坏确实这样做了 杀了毛瓦龙夺了他的军权 替从政解除了后顾之忧 那当时为何从政没有治元存坏罪呢 只是批评了下 官职象征性的一个将 但是实际权力还是在元存坏的手中握着 直至被今日的反戒记叫从政搞糊涂之后 从政才将这罪责给弄了出来 毕竟要杀元存坏罪名越多越好 这样才会让元存坏的部将幸福 不至于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至于毛文伦 少时不许读书 不时生产 有手好险 本就是以操害 不懂官场规则 帝王之心死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就所以了 毕竟元存坏可是替从政办事的 哪个老板不喜欢懂你的一个人 我们再来谈谈元存坏的平反 元存坏到了后来 人们都认为他是后金的阶系 本来不少人还是持着怀疑态度的 但百年之后 乾隆皇帝竟然给元存坏了 清朝的皇帝也前朝的将军平反 奇怪吗 我们简单来分析一下乾隆 乾隆实际上是一个逗逼啊 他除了兴起文字语之外 在区文化道路上也做了不少的动作 但是又会胡萝卜架大棒 给元存坏得的一些明朝家里平反 实则是在黑从政无能的同时 又误导人们确信元存坏是个阶系 一时二鸟嘛 我们细读乾隆的一些故事 你就会发现乾隆这个人呢 实际上和某国的大同龄一样是个逗逼 但是手段也是沉重不群 还有人就是这样说 从政杀元存坏是因为元存坏说了大话 五年平良没有成功才斩的 1628年从政才当了皇帝 人家元存坏才平良平了两年 你就杀了人家 五年没到竟是瞎扯 所以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经不及推敲 最近说书人呢 正在搜罗一些比较有珍惜的人物和故事 为大家分析解析他们的故事真伪 希望大家多多推荐 本期呢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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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